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有声小说 绝色 刑警队长点上烟 这是事先约定的动手信号 年轻的小警察急不可待冲进屋去 魅的是一睹这位绝色佳人的芳蓉 当他给目标人戴上钢制手铐 与之近距离对视时 小警察不能自制地感到一阵胆颤 那种感觉很像他小时候打碎了家传的一支明代胆瓶 几个月后 命运之所不可救药地牵引着尹芙蓉走向法场 面对刑警队员手中乌黑发亮的枪口时 他本已混沌不清一片空白的脑海中浮现的 竟然是二十二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 和那条通往绝境的泥泞小路 当时下着雨 雨很大很急 鞭子一样抽得他无处躲藏 只能抱紧怀里出生不到一个月的私生子 被父母赶出家门 除了死 还有别的去处吗 尹芙蓉 那会儿的尹小和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的局面 便生成巩固着他以死学耻的念头 于是死的念头强烈地占据了意识中心 他毫不犹豫地怀抱孽种 冲出家门钻进雨幕 穿过红石镇南面玉米田里的那条土路 竟直来到铁轨上 这不是一个预谋的结局 但尹小和别无选择 更可悲的是 没人阻拦 没人追赶 包括父亲母亲还有妹妹 这愈发坚定了尹小和的绝望 那一刻 他挺立在铁轨中央的身心 几乎丧失了知觉 死亡对他 已善变为一种本能 一种躁动的期盼 有那么一会儿 他甚至以为雷声雨声 是一种鼓舞和喝彩 在为自己加油 列车终于在期盼中出现了 带着死亡的烈脸 龙龙龙龙 还有一盏 雪亮的车头灯 那像是一个召唤 一个磁场 吸引着等待死亡的尹小和 不假思索的迎头赶上 扑向那一团雪亮 多年以后 完全变成尹芙蓉的尹小和 确认是天意 留下了他和孩子的性命 当死亡将至 老天也很恰当地送来了 一个震耳欲望的炸雷 惊醒了强宝中的婴儿 那个那种 没命地豪丧起来 好像知道要发生什么 结果孩子一哭 延续了尹芙蓉之后 二十二年的苟延残喘 他在最后 不能自已地逃离了铁轨 滚下路基 当死神舔着血红的嘴唇 轰然远去 令白小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那婴儿立刻止住哭声 还微微笑了 这一哭一笑 粉碎了尹小和所有的决心 开始重新思考 活下去的出路 雨 随着他缠缓的思考 渐渐停歇 直至尹小和把婴儿 放在铁道口的路标下面 他致死清楚记得 那块标志着五公里外 是他的老家 红石镇的木质路标下面 有一张石凳 孩子就放在上面 当时他睡着了 怕凉 他还脱下身上穿的 一件红格上衣 拧干 小心垫在墙宝下面 天蒙蒙亮的时候 有人捡走了孩子 是一辆过路军用吉普车上 走出的两个年轻军人 要是没有那一声响雷 要是那会儿就一了百了了呢 枪口下的尹芙蓉 哀哀地响 事实是 他从那以后 踏上了一条更加艰辛 奇怪的命运轨迹 一条最终 通往法场的泥泞之路 更可悲的是 儿子也未能幸免 漠然一声响 脑海里像亮起了闪光灯 让人什么都看不见 是一颗铜灭合金子弹 穿过枕骨进入了大脑 尹芙蓉犹如撞上了 昔日那列火车 根本来不及感觉到痛 光亮逐渐淡化 知觉也开始消失 从腿部向上蔓延 尹芙蓉生命意识的 最后影像 是女儿的眼睛 在近距离处望着她 紧接着 是一片漆黑 一切 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作为企业文化报 一名资深记者 江达明一面游刃有余地 做着采访笔记 一面用剩下的半份精力 感受着眼前的美少妇 来之前 她对尹芙蓉已有所了解 一个十年前来自边缘小县的林石工 干过师工队库宝 两年前通过公开招聘 坐到劳动服务公司下属建材商店经理的位子上 让江达明费解的是 他脑袋上的荣誉似乎过于丰富了 多年的先进标兵 系统劳模 省三八红旗手 与他涨股中的小小集体企业极不相衬 引清理是第一个在省建儿公司下属同类单位中 实行风险承包责任制的 实施之初 一定碰上不少阻力吧 改革嘛 就是利益在分配 最终目的在于调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 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人在大锅饭体制下舒服惯了 当然会感到不痛快 你可能也听说了 几年来对我的谩骂诬陷始终没间断过 好在有上级党组织和主管领导的支持 我尹芙蓉行得端站得直 何惧之有 姿态优雅的尹芙蓉 坐在板氏写字台后面侃侃而谈 带着悦耳的声线 让江达明好不享受 在她的意识中 漂亮女人几乎都有一副好嗓子和她们的容貌配套 说不出其中的理由 天生的 江达明脑子里的下一个问题是 如果荣誉是一种成功的标志物 那么尹芙蓉靠的什么 尽管她的表达流畅得体 仍不能使江达明产生对其作为一个企业经理人的实质性印象 是的 靠什么 漂亮女人在江达明眼里一向是世界上最好的风景 百看不厌 但当她们取得某些身外之物时 总让人一斗丛生 眼前这一位身材娇小 五官卓越 其间的魅力指数可逼天人 那么她不会是一个例外吧 由此江达明想到了一句俗语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必有一个好女人或奉献或强有力地支持她 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呢 听很多人讲 尹芯李在家也是一个贤妻良母 您能介绍一下自己的感情生活吗 出乎记者的意料 采访中一直很配合的尹芙蓉断然拒绝了 这反而激起了江达明愈发的好奇心 您丈夫做什么工作的 不好说吗 无业还是个残疾人 这一次尹芙蓉清晰地回答了 一点不像开玩笑 江达明眼前豁然开朗 他敢打赌 尹芙蓉背后肯定有一帮汉子 这是个折服者 他日后的蒸蒸日上魅力指数 是最好的武器 没人能抵挡住 他坚信自己的直觉 尹芙蓉的美丽姿色里 有一股按捺不住的 骚哄哄的统治力 它娇小的身躯是一座欲望的火山 走着瞧吧 采访结束后 握住美少妇 那柔弱无骨的小手时 江达明不怀好意地在心里笑道 罗正明又开炮了 驻扎在玉坛山的炮兵 有两门驻鸣大炮 一个是副政委罗正明 一个是做训参谋成刚 两人还是最亲密的战友 经过战场生死考验的那种 以往两人意见一致 便双炮齐放 轰得玉坛山都跟着动 又准又狠 让人生畏 不被上级领导待见的副作用 一显住 后来 成刚扛不住挤兑 愤而转业到省城干刑警去了 剩下这一门着实哑了一阵子 但这一次他忍不住了 起因是十九连司务长马庆才 克扣战士伙食倒卖军粮 先是该连官兵屡次三番举报 却无人敢管 因为公开的秘密是 马庆才乃师长夫人的远亲 团部讨论几次都没有结果 大家打着哈哈没人肯出头 罗正民擅自下到十九连查伙食杖 一查吓一跳 回头把数字拍到团长和政委面前 谁知这二位还是不敢拍板 只说要做细致的调查研究 一拖几个月 罗正民愈发憋气 索性绕开团部 直接捅到施里 并扬言 拿不出让十九连弟兄满意的处理意见 他将告到军事法庭 为这 团长 政委和施政治部徐主任 一起做罗正民工作 目的只有一个 让他撤回材料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因为一旦捅到上面 势必影响年轻有为的中师长的前程 也不利你今后的发展啊 正民 徐主任 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就是这句话 把罗正民惹翻了 当场对顶头上司们摔帽子骂娘 姓罗的 打当兵那天起 就不是来问前程的 动不得一个小小司务长 我他妈认脱这身衣服 回家说与妻子 姜仪芳也火了 她也是大嗓门 只不过她的高拔度 是在课堂上 冲学生练出来的 也不掰手指的算算 你个代理团副政委 排老几 上上下下拖着 谁不想买中师长的人情 你倒好 还想不想在这干了 老山前线回来那批 最差都两杠一星了 打算干一辈子少校啊 妻子说的是实情 当年罗正民火线立功 回头保送军校 连他自己都以为 连他自己都以为满金一颗星的将军 这支军队 这支军队容不得谁贪赃王法 不查不办 我等于失职 人活一口气 眼下这口我咽不下 十九连那一百多号兵更咽不下 罗正民 人话你能不能听进去 四流不懂啊 真家对卖忙吵得正欢 跟儿子同班的邻居小女孩 跑来报信 罗奇 罗瑞 跟同学打架 被留校 老师按家长去领人 两口子跑到学校使之 他们的双胞胎儿子 打的不是别人 正是中师长的公子 而且是一星期内 第二次施以拳脚 上次鼻头见红 这次是门牙报废 外带脑门上的一系列轻包 江一方又气又急 这功夫打师长公子 人家肯定以为是故意的 这不上眼要吗 班主任老师也抱怨 罗奇罗瑞 偏挑师长的宝贝儿子 抱以老全 他都没法跟人家长解释 罗正民本没打算吭声 听班主任这么一说 反而来气了 小王老师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罗奇罗瑞是不该动手 这小孩子打打闹闹 还分谁的爹娘老子 官大小啊 江老师 你看你们家老罗 到创我来上了 罗奇罗瑞 当家长面说吧 为什么打人 泥猴似的兄弟俩 你看我 我看你 最后还是个子细高的 哥哥罗瑞交代 中东骂人 骂弟弟 罗瑞犹豫着 嘟囔的 骂小奇是野种 私生子 哥罗瑞犹豫着 熟